依然县今天新增加1,221名的确诊个案 在校园的疫情方面 今天新增确诊学生数173人 教职员工20人 而不幸的是今天新增3名死亡个案 都是男性而且都有慢性病 年龄介于49岁到90多岁之间 其中49岁的个案有中风病史 今天全国新增了68,939位的确诊个案 那依然新增了1,221位的确诊者 那遗憾的是今天依然新增死亡个案 三个人年龄介于49岁到90多岁 那都是男性都有慢性疾病 其中一位长辈住在长照机构 其中一人没有打疫苗 两位已经打三剂 今天的死亡个案 有一位是40多岁的这个男性 他有中风病史 没有施打疫苗 6月初染病 虽然全力救助 但最后呢还是不幸的往征 提醒有慢性病的民众 应该要尽快的施打疫苗 县长表示目前宜蘭县第一剂疫苗 含概率达到88.1% 第二剂的含概率为80.3% 第三剂则是为66.5% 第17波快打站将在6月18号 周六起提供服务 共安排5个快打站 包含了西北两处 西南三处 请为接种完整疫苗的民众前往施打 65岁以上的长者 还可以获得500元的礼券 以及两剂家用快筛事剂 卫生局表示日前中央公布的自主疫调用户 填补同住亲友以及下载居隔证明系统 提供5月1号到5月25号的确诊 且有使用自主回报系统自主疫调的确诊者 可自系统修改或填补同住亲友资料 该系统匡列人员上线为10人 民众填妥被匡列者之后 可下载居隔证明书 目前系统开放到6月20号为止 卫生局提醒5月1号到5月25号确诊的线明 如果需要填补资料 可尽快上系统来补登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我们怖感觉中发现这些 说不能记得み選擇 那视频的解决 预计和对方正式 主席 亚县